我是英邦 我是陶邦 我们和爸爸一起于2023年2月22日回到中国 当时和歌山百邦野生动物园 还赠送了一座特殊的熊猫纪念碑给成都熊猫基地 现在我们居住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无限山丘 我们姐妹俩祝亲爱的爸爸31岁生日快乐 身体要健康哟 接下来看看我们姐妹俩的日常生活吧 我英邦胆子有点小 特别喜欢安安静静待在室内 据说我这叫社交恐惧症 平时奶爸会把我的房间收拾得很整洁 也会根据我的喜好准备好多食物 我喜欢吃苹果窝头 偶尔也会吃点胡萝卜 网友们看我吃东西很有特色 专门给我起名卡顿公主 你们来看看我吃东西 真的那么有趣吗 就像小伙子有点小薄 我看你吃东西 你吃东西大羅 大家盛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桃邦 我和姐姐不同 我喜欢在室外感受花香鸟鸣与威风 一般室外气温低于26度 奶爸就会带我去后花园走走 说起饮食 我比较喜欢苹果 奶爸喂我苹果的时候 连我的小爪子都透露出乖巧 紧紧抓住柱子 绝不会乱动 不过我没那么容易接受窝头的味道 为了补充身体所需营养 我就用它蘸着蜂蜜吃吧 听说屏幕前的你们很想我 我也很想你们 那就通过这个视频 让我们来一场云约会吧 我看到个旁边的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么样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 樱桃姐妹花是不是在成都熊猫基地生活的挺好呀 最后再来跟大家聊聊我们邦家族吧 邦家族算是居住在海外最大的熊猫家族了 共有20名家庭成员 截至2023年 我们共有13个兄弟姐妹和有名老爹 从日本和歌山白邦野生动物营回到中国 目前居住在中国的各个动物园里 住在成都熊猫基地的有 有名老爹 熊帮 龙帮 杏帮 鹰帮和桃帮 记得来看我们哟